港股昨天經歷了大跌超過700點後 今天早段回穩了一點 但其實外圍的科技股 繼續有很多災多難 無論是由Facebook到Twitter 到Apple到Amazon 之前很厲害的FANGFANG 通通都是比較差一些 市場飆飆 又被人沽空 環球的氣氛仍然是差 還有港股有一個長假期在即 就算是期結或是季節之後 你覺得短期大市的氣氛 會不會仍是好沈陣 短期的確面對政策的變數比較多 說政策就不是內地政策 反而是美國方面 對於科網股的政策 Amazon現在都傳說 會不會特朗普連一些稅務方面的政策 針對他 另外貿易戰方面的政策 之前也傳說 美國會不會跟中國有機會談判 會不會中國某些位置讓步 就可以令到 接下來在關稅的徵稅層面上 會放寬一些 這些通通都會影響整個市的氣氛 但是短期的看回資金流向 特別是昨天這麼大的成交跌下來 就代表著可能在現階段市場上 都傾向估貨為主 或者先行將一些之前都升得比較多的板塊套現 例如一些科技股、科網股 又或者一些汽車股 或者一些中資保險股 總之在去年都升得比較多的板塊 這一回合的跌幅都相對比較大 所以如果你說短線裏面 市的反彈動力不是那麼強的 可能都不能夠太過進取主 而且都要望實 三萬點這個齊頭關口跌穿的話 下個位我就真的可能會望回年初那些低位 2017年距離現在都一季 但當時就是個個很渴望一個撤回 調整它買東西 但現在出現了 但可能又會怕 因為始終中金也有一個報告 說到現在的市場情緒的確是悲觀了 沒有去年一股作氣那麼升上來 去年你跌了1% 立即被人買回 但現在已經震了兩三次了 所以情緒悲觀點、審慎點 不過中金的報告就說 其實這次都是牛市的調整 不是完結的 還未轉紅 不過他說這次因為夾集了很多因素 由貿易戰、經濟前景的憂慮 內地去槓桿等等 所以他說這次調整的時間 比過去兩年的調整期 可能是會更加長的 更加長的意思 Jason 你猜如果 如果調整 可能要多久 會不會不是 一個假期 一兩個星期 跌幾百點就完成 我覺得這一段調整 未必會有很大的幅度 不會突然之間 一跌就跌三四千點 但可能調整期 時間方面 真的要長一點 因為在去年全年 基本上市場行一個單邊的上升 已經行了一年 你說行了這麼久 一個單邊市 今年做一個上落市 或者調整市 我覺得都要給一些時間 可能四至五個月 可能到今年第二季 都會持續 是不出奇的 所以騰房方面 我的 partisan wit 調整期會長一點 但在這一段 即使市市場都會漸掉 並不是一跌 就像剛開始 Vergleich 05 年的一段 還會為日進貼 資金面上,港元那邊都會是弱的 因為始終現時HIGHBOR仍然是1厘1個月 你說美元的拆息上升到1.7、1.8 即息差仍然很大 所以短線裏面的資金找到會偏弱 吐息的活動一定是令到資金偏離港元的資產為主 但你說對於股市直接的衝擊是否很大 又未必,因為錢不一定在股市上走 有其他地方,可能銀行方面的結局走都不期 所以這個因素,我覺得只是一個參考性因素 不是港會弱,又或者港幣走 就等於港股方面一定會大跌 除了港元有這個吐息活動之外 有些公司股份,總裁也有套現行動 大股東也要套現 騰訊也有很多 業績之後除了Naspery套現之外 最新披露總裁劉慈平也有減持股份 前天在場內以每股平均434元 套現了4億多 雖然股權是0.01% 是很少的,減持了100萬股 但就是去年9月之後再次減持 如何看Naspery加上劉慈平 都在業績之後減持這個消息 會否令到Naspery的減持價405元 如果他們本身打算調動投資組合 可能將騰訊的比例降低一點 其實他們一定要在業績之後才能做 因為根據業績之前的60天 這麼少 重要的大股東 或者執行董事等等 就不能夠做 有一個期間他們不能夠減持 雖然業績之後 剛好他們兩個都在這個星期內減持 就未必可能是因為這一段時間的洩跌 或者騰訊的股價跌下來 可能他們一早就部署訂 只是之前做到 現在才開始做 以及如你所說 本身減持的量又不是那麼多 以及之前都試過 所以對於我來說 這一宗消息對於騰訊的股價 就應該不會有太大影響 反過來 Herman的問題就是 他們減持 我們那些散戶 一般散戶你會有甚麼建議給它 是否低一點就接到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機會 因為之前你說 純信去到450-460 你不會這麼高追 或者覺得不值 但如果有機會跌到410多元 這些位置我都可以買一些 甚至乎你說 未來有機會跌到480多 你想想 之前Nesper那些貨 405元 都給了很多基金 一晚之內就接收了 人家共700多億 700多億都一晚之內 405元 即不算是一個很大的折樣 都接收了 所以如果你說 未來真的有機會跌到480多這些價位 特別如果未有貨的話 可以趁這個調整機會吸納一點 好的 騰訊今天 現在都是一個由升轉跌的機會 現在409元 現在低位 兩隻腳 至於其實 恆子都倒跌了 由升轉跌 現在恆子還要失手過3萬點 下跌最低是29,990點 曾經 現在就在3萬 有3萬 是一個心理關口 除了講完騰訊之外 有消息還有信譽 因為亦被減持 就是摩通在上星期 當信譽創了歷史新高那一天 又在場內減持近100萬股 而最新的持股亦都減到5%以下 不再需要披露 雖然高盛調低了 蘋果今個財政年度的收入預測 但信譽是不關事 高盛將信譽的目標價上調8% 去到168元 就說和管理層見面之後 看好公司現在做的相機模組 會繼續升級 3D鏡頭亦都下半年 會開始有盈利貢獻 是不是信譽在同業之中 整個科網股如果真的要跌的時候 他可能做一些硬件 他亦都會硬朗一些 絕對是 因為問題信譽最大優勢 就是R&D的能力相當強 而且在整個行業裏面 做一些不制智能手機的鏡頭 一些無阻 或者是車載方面的鏡頭產品 其實雖然有很多公司在做 但如果真的去到一個比較頂級的 算是產能又可 或者算是技術的水平也好 信譽都是首屈一指 只要你說接下來 在那個大的市場需求 特別是智能手機出貨量 不要說有一個很明顯的下跌 再加上他們是有一個 或者不斷升級的需求 對信譽本身旗下的產品 一些高像素的鏡頭 一些三鏡頭的產品 或者剛剛你說的一些 3D 感測的鏡頭 其實仍然都是會有一個很大的需求 但當然你說股價之前升了這麼多 你算過股值就絕對不算便宜的 所以你說短線 只要市場有一個調整 去跟進回套 是相當之正常的 我覺得這一段的回套 又不等於基本面是轉弱 最後也看華晨 公佈了業績 去年多賺近一成九 賺43億多人民幣 不派息 大行雖然是普遍看好 就估計它推出新的SUV 需求是會強勁 但今早早 低開完3%之後 現在跌幅是擴大了 跌到差不多6-7% 跌幅最明顯 是的 整版汽車股最重傷 就是它落到15.74 其實業績之前兩天已經跌了 接績之前兩天是18元 所以現在已經跌到16元 不過大摩比目標價 仍然都在給30元 會不會有些大上頭 30元我覺得會進取一些 因為今年汽車股 整個版法我都一般 雖然華晨你說做一些相對高端一點 好像是保馬為主 假設競爭不應該說太大 但好像Herman剛才提過 華晨現在又打算做多一些其他產品 打算做SUV 做一些電動車 其實你反而會令到自己的優勢 可能減弱了 又或者你真的要面對直接競爭的壓力 都會大了 所以這一段出了業績之後 本身的底線 即是算盈利的水平和市場的預期 亦都在欠折 無可避免短線 都會繼續承受一些固壓 是的 所以股價圖上已經破位 連續三支打陰竹 這樣掉下來了 這個比較肉酸 好 這裏都謝謝Jason的分析 跟你談到這裏 謝謝 我 我是 我 我是 我